其實腦中風我們常常聽到 心肌梗塞 大家也知道是心臟缺血 大家也常常聽到 大家也知道腎臟也會中風嗎 我們平常都聽到什麼腎結石 腎臟感染 到底在搞什麼鬼 苗栗就有一個65歲的婦人 腰痛 她就以為她有腎臟結石 就開始吃藥 化石藥 或是一些抗生素在吃 結果搞了半天越來越痛 都不會好 才去大醫院去檢查 結果發現她心率不整 人家後來的診斷是 因為心率不整 而產生了右腎血管阻塞 就是所謂的腎中風 你覺得很奇怪 這兩個到底有什麼相關性 關上這倒是怎麼回事 對 當初在那個雷本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講到我的案例 因為我也報過 就是去年 前年也是碰到 會不會真的是在講你 我是看到他寫苗栗 就確定應該不是 我自己也碰到一個 監禁差不多70歲 也是女性 就覺得右邊的腎臟一直很痛 後來去檢查發現是腎中風 那我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中風 中風其實大家常聽到 像剛剛薑畢講的 腦中風大家常聽到 但什麼叫中風 為什麼腎臟會中風 其實連腸胃道也常會發生 腸胃中風 這個薑畢更常碰到 所謂中風其實就是 我們身體裡 正常我們身體是血流 是液體的 是流動的 但是某些情況下 我們的身體的血流 會凝固變成一塊一塊 像我們吃那種豬血糕那一類的 凝成一塊 身體的血如果凝成一塊 就很危險 它會塞住任何的血管 它只要塞住血管 那個地方叫中風 最常是塞到腦血管 叫腦中風 就要請專家 丁主任他們來處理 那如果塞到其他的地方 像腎臟像腸道的血管 那就叫做腎中風或腸道中風 所以這個其實中風是全身 各地方都會發生的 那重點是為什麼會發生 為什麼身體的血管 會變成一塊 這提到我們剛剛講的心律不整 心律不整 所有身體的中風 大部分都跟心律不整有關 包含腦中風 腦中風比例可能還沒那麼高 但身體其他 包含腸道或腎臟的中風 幾乎九成以上 都跟心律不整有關 而且其中有一種心律不整 叫心防戰動 這個是我們心臟科跟神經科 這件非常重視的 心防戰動這個心律不整 你有的人會比沒有的人增加五倍以上 五倍很多 產生血栓的機會 這個血栓它只要跑到身體的任何血管 它就會產生當地的中風 我們身體主要的血管是主動脈 那源頭是心臟 心臟不斷的跳動 會把血液送到主動脈 那你如果心臟因為心律不整 產生血塊在心臟發生的話 它從心臟出發 我常常比喻就是說 從台北一樣 開始往高雄開 它到哪一個加油道下去 它就會造成哪裡的問題 為什麼腦中風 血栓跑哪裡就中哪裡 腦中風最常發生是因為腦中風 是第一個交流道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南崁或者林口 所以很容易從這邊下去 下去就腦中風 但是有些血塊它就是比較特別 它這邊不下 它往下可能台中或彰化才下去 那就塞到腎臟 就成腎中風 所以大家可以看那個圖 最左邊那個圈起來的地方 大家先看圈起來的隔壁 有一個像腰果一樣白白的地方 對 圈起來的隔壁是正常的 我們看到它白白的一塊 對 那是腎臟 像一個腎臟型的 但是圈起來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是白的 可是上面卻是黑的 黑的 對 黑的地方就代表 那邊已經被塞住 所以血流過不去 才整個黑掉 因為它這個是有打血影劑的 打血影劑之後 有血管的地方會亮起來 會亮起來 所以腎臟血流很豐富 它整個亮 結果你看這個地方只有亮一半 代表這邊的血管 被塞掉一半了 對 沒錯 所以還是根源是心律不整 所以還是要請大家 有心律不整還是要控制好 避免產生全身性的痠塞 那是很危險的 對 因為你心律不整 我們平常心臟很好 心房收縮 心室收縮 你進去多少血 就打出去多少血 可是當你一旦心律不整的時候 你進去100cc的血 你可能只要打出去60 50cc 就堵住了 就有點亂流 血在那邊滋留久了之後 它自然會產生血栓 對 血栓一出來 從心臟開始出來 從主蛋往外送 就開始往外送 看它從哪個交流道下 這個是高度公路 這邊是交流道 從哪邊下 運氣不好 就全部都塞住 可是現在我們就很討厭 當我腰痛的時候 我要怎樣區分 這個到底是一般的腎結石 還是腎臟中風 被你這樣一講 大家腰痛都 本來都去看復健科 現在都去掛心臟科 因為我是不是中風 是 這個說真的 這個問題是很困難 甚至我們也 其實還是時評跟各位講 你如果下背腰痛 其實最常見的還是肌肉痠痛 這個是這個還是要 不要每個腰痛 不要每個腰痛都來看腎臟科 但是如果你發現這個腰痛 真的痛得很劇烈 而且吃齒痛 要完全沒有改善的時候 就要懷疑可能是腎結石 或腎中風 那回過頭來 這兩個要怎麼分 說真的很難分 可能這個 我是分不太多 可能嘉賓經驗豐富 是衛腸科的專家 但是原則上真的很難分 因為這兩個痛 其實都算是很劇烈的痛 這個我們講的痉攣的痛 所以真的如果分不出來 我們會建議你 就趕快去大醫院 因為其實就像剛剛我們手版上的 電腦斷層是一個非常好的儀器 他一看就知道你是腎中風還是結石 因為這兩個處置還是相當不一樣 而且癒後也相當不同 所以其實做個電腦斷層 我們可以知道原因是什麼 然後對症下藥 這樣才是正確的方法 對 因為像肌肉痠痛 基本上跟姿勢還是有點關係 你緩和一下應該會好一點點 可是這種結石的疼痛 或是這種中風的疼痛 那個痛大概就很持續 特別是中風 他已經是很持續的痛 結石有的時候 他往下跑到輸尿管的時候 還會收縮一陣一陣的 有時候痛還會稍微好一下下 一陣一陣的痛 可是如果一旦是中風的話 那個痛就是持續的 而且跟姿勢都沒有關係 最重要是你要看自己 到底有沒有危險因子 沒錯 你本來就有三高 你本來就確定不整 你突然莫名其妙痛起來 以前都沒有 最近又沒做什麼運動 你當然要小心 你是不是產生了一個 很嚴重的中風 丁醫師除了這個中風之外 是不是什麼眼睛也會中風 其實剛剛講到背痛 昨天我們才收了一個病人 真的 他就是背痛 我們通常如果說是椎間盤突出的話 我們會痛到腳下面 腳會麻 對 甚至腳沒力 趕快打0800什麼什麼 可是他昨天特別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的左腳痛 然後沒力 但是左腳跟右腳 溫度是不一樣的 有溫差 對 趕快送回我們醫院 然後後來發現 他竟然是心肌梗塞 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直接到那個心導管室 現在已經在加護病房 是 他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其實是多處的地方都栓塞 然後整條的那個股動脈都塞掉了 所以他整隻腳是完全摸不到那個 摸不到那個 摸不到那個脈搏 對 所以事實上 就像剛剛陳醫師講的 只要有血管的地方 就會發生 對 像另外就是剛剛講那個 我們第一個高速公路 第一個出口 其實在腦子部分的話 其實是眼睛 所以有的時候 你突然一下子 眼睛看不到 黑蒙 對 那個不一定是什麼 黃斑物病變等等 很有可能是眼中風 什麼白內障 對 沒錯 所以真的要小心 中風的血栓是可以打到 任何一個地方 你的器官只要任何地方 沒有血液工藝 那個就叫做中風 所以很可怕 所以你的血液一定要流暢 因為彥寬老師要教我們一道 功法是可以讓我們全身 血液流暢 而且還可以補腎 我們今天教的這個功法 剛才教的這個火落法 跟現在要教的三陰活血法 其實是針對血管彈性來練習 練彈性的 就是讓血管的彈性能夠恢復 比較不會因為熱脹冷縮 就破掉了 我們現代人 剛才聽了醫生講 我們真的很怕硬肚死 什麼叫硬肚死 就是血管硬 然後血管堵 然後就死了 硬肚死 你今天創造了很多名言 真的 我們現在就來練這個功法 叫三陰活血法 三陰活血法 兩腳稍微張開一點點 那我們先來做腳的動作 腳的動作 我會有這個腳往前和往後 我們的腳為什麼叫三陰 因為有皮筋 腎筋跟肝筋 皮筋 腎筋跟肝筋 它都跟血有關 很多人會說腎臟跟血有什麼關係 因為腎筋骨 骨生髓 髓化血 所以腎氣足這個血的質量 聽起來蠻複雜的 對 好像做事 聽起來是複雜 但是你這樣練它就會有效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有左邊的重心轉移 腳尖一抬起來 你說一下是腳跟先翹起來 這樣翹起來 腳跟著地這樣子 腳跟著地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我們的氣就調動上來 這個動作是為了拉氣上來 對 把這三陰的這個氣調動上來 所以左邊也是這樣 然後右邊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這個翹腳都是為了拉氣上來 對 把氣提上來 這個很適合在冬天練習 增加這個血管的彈性 幫助就非常大 那我們現在把手的動作也加進來 當我們的手 從腰部畫圓上來的時候 你看就有一個重心的轉移 往前 然後把手畫一個圓回來 那這個要做幾次呢 左邊畫圓七次 那我今天比較忙就是這個動作 今天比較忙就做六次 今天比較忙就是眼睛要看手 從皇帝內經在講說 我們的眼是關著我們的神 所以當我的眼睛開始看自己手的時候 這個神就內收 這個是氣就可以補到我們的血脈 血脈就是現在西醫講的這個血管 左邊七次完了之後換右邊 眼睛看著我們的手慢慢的做 其實我們現在的營養非常足夠 所以如果你配合練這些工法 其實效果我相信比古代的人好 因為古代是營養不足 所以現在營養夠 可是畫的功能變差 所以這個煉功就是在畫 運畫的這個功能 那七次做完了之後 最後一次回來 那我的兩手就從兩側起 那這個時候你的眼睛盡量的看到兩邊 這個對於眼睛老花幫助非常大 因為我們大部分是看前面 很少是往兩側看 右眼看右邊 左眼看左邊嗎 是的 有點難 有點難 所以你要慢慢 這個時候就回神 高度到我的心臟 所以回到丹田 從肾氣調動起來 然後把心氣補我的胸口回來 所以你現在會看到我的眼睛 會有點沒有聚焦 沒有聚焦就是把神收回來 那這個動作也做七次 那你在做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手開始脹 麻 熱 好 那最後的一次做完 就要把這個手的氣感 然後就往丹田收進來 因為我有很多學生是有血管硬化的問題 透過練習氣功確實幫助非常大 這個三陰活躯法教給大家 保護你的心血管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有很多食物可以幫忙 我們清我們的血管 沒錯 廣告之後我們就主意到 三紅的食物 當你的血管清到膚 健康2.0 YouTube 頻道會員 專屬課程醫生儀式乳癌篇 我將在四週的課程中 帶你你深入潛出的了解乳癌的預防跟治療 儀癌其實不可怕 趕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 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均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毫禮等著你喔